在嫁给陈冠希,我真的很少听到她的名字,其实在模特界还是小有名气,在18岁时候在T台亮相就受到关注,在21岁就签约到华裔名下,成为签约模特,在22岁的时候与华裔总经理赵磊相恋很快走进婚礼殿堂,这让外界相当的吃惊。 但是这段感情和外界猜测的一样没有维持太久的时间就离婚了,在经过这段失败婚姻之后,一次机会让秦淑培认识了陈冠希,相信在很多人眼中陈冠希都不是一个好男人,对他相信很多女孩都是抗拒的。 但是在离过一次婚的秦淑培就是决定和他在一起,这两个人的感情大家也是质疑生一片,但是两个人还是一起勇敢面对。 陈冠希曾经在接受访问时候表示,我和他在一起什么都不管,只希望他能高兴,除了是真爱再想不出任何的理由。 在生下女儿之后,陈冠希也彻底的收心,他的世界又多了一个宠爱的人,既然生下了就应该负起责任。 现在两个人都很低调,经过很多事两个人也非常珍惜现在的幸福,能够让陈冠希做这么大的改变。 相信他也足够的优秀,18岁进摩特界,22岁嫁怀一老总,最终是什么给他勇气嫁给陈冠希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